戴維斯雙企其實他就是指說 一間公司他在景氣或是說產業的谷底 他的本益比跟未來獲利都大幅度的被下修 這個時候突然遇到說產業的反轉 或是說一向新品的問世 那這會發生什麼事 法人圈對於一檔股票的評價方式是 所以未來的預估獲利 它是放在分母 那本益比它是放在結果 那當結果跟分母 同時上的修就代表說 股價的空間 它會被同時的往上修正兩次 才會衍生到現在 大家所看到的 廣達偽創跟廣寶科 這麼強勢的股價 大家好 我是分析師鍾芬珍 最擅長深入產業分析 加上對於未來猜測的研究 來幫大家找到市場還沒發現到的黑馬股 那今天就是要來跟大家探討說 為什麼這些大家傳統的 存股標的傳統的大牛 憑什麼它能夠變標股 包含像是廣達 偉創 音業達跟廣寶科 這些股票都是我們既定印象中 用來存股的標的 那為什麼近期 走勢強的跟中小型股一樣 其實這真正的原因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當然就是說 因為這些傳統的 算是說組裝廠 它有去切入所謂的AI 但是因為有切入AI的組裝 所以它的毛利率出現很大幅度的提升 這是第一點 但是大家要知道 光是這一點 絕對不足以讓它成為標股 其實真正最重要最重要的一點 是在第二點 AI的問世 剛剛好是出現在 景氣跟產業的谷底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它就會觸發一項 在華爾街非常非常非常著名的事件 叫做 David's Double Play 那什麼叫做David's Double Play 翻成中文就是 戴維斯雙擊 戴維斯雙擊 其實它就是指說 一間公司 它在景氣或是說產業的谷底 它的本益比跟未來獲利 都大幅度的被下修 這個時候突然遇到說 產業的反轉 或是說一項新品的問世 那這個時候會發生什麼狀況 它就會出現本益比往上修 股價就會跟著往上修 未來的預估獲利 也會跟著往上修 那這會發生什麼事 法人圈對於一檔股票的評價方式是 本益比等於 股價除以未來的預估獲利 所以未來的預估獲利 它是放在分母 那本益比它是放在結果 那當結果跟分母 同時上修就代表說 股價的空間 它會被同時的往上修正兩次 才會衍生到現在 大家所看到的 廣達偽創跟廣寶科 這麼強勢的股價 所以我也是很直接的跟大家 舉幾個實際的例子 我們在今年的大概是 第二季發生的狀況 以2382的廣達來講 股價從原本的200元 一路髒髒髒髒 漲到了大概是260元左右 股價變貴了沒錯 但是它的預估數字 反而是上升 因為說它隨著AI的眼鏡 它在2024年的預估獲利 從原本的8到10塊錢 上修到了12到13 那當它的獲利上修會發生什麼事 它的本益比 反而是從22倍下降到了20倍 這個現象就非常有趣 股價明明是提升 本益比卻往下掉 為什麼 因為它的獲利上升 這就是所謂的 代維持雙級 所以你說廣達會這麼強 就是因為它遇到這個現象 包含像是2383的台光電也是 你去看喔 台光電近期的股價 從350元漲到了400元 它的股價是往上提升 沒錯嘛 漲了50塊錢 但是它的本益比 反而是從21倍下降到了20倍 為什麼 因為它在2024的預估數字 從原本的16到18 上修到了19到20 所以它的本益比會下降 這就叫做 所謂的代維持雙級 非常非常典型的代維持雙級 3231的偽創也是 偽創的股價 從原本的100元 往上漲 漲到了150元 但是它的本益比 卻小幅度的從21倍 上升到了23倍而已 那你說為什麼 為什麼會從21到22倍 小幅度的上升到了23倍 但是它的股價已經漲了50%喔 因為偽創的未來獲利 也跟得上修 偽創原本在今年的 可能說是上半年 對於2024的預估獲利是4到5塊錢 但是因為說AI的訂單爆滿 接單非常非常旺盛 所以它的未來預估獲利 上修到了6到7塊錢 那又加上 偽創有去把印度的組裝廠去賣掉 所以它會有一筆業外收益3塊錢 所以也就代表說 偽創在2024 預估獲利是上看可以到8到9塊錢 所以這個時候 就算說股價從100元漲到了150元 但是它的本益比卻小幅上升了1倍 這也是很典型的 戴維斯雙景 大家去了解到這個邏輯 你就會知道 為什麼這些傳統AI能夠這麼的強勢 短時間內大漲個1倍到2倍 甚至到3倍 就是因為AI的問世 剛剛好是出現在產業跟景氣的谷底 所以這些股票它完美的觸發了所謂的 DAVIS Double Play 當然說漲多的修正震盪這些都難免 但是以長線來講 因為說未來的數字會持續上修 所以這些股票的空間其實都還是非常的大 有拉回來 我們都會試機去找買點 原因就在於說 所謂的戴維斯雙景是現在進行式 也就是說未來獲利跟市場願意給予的本益比 都是有機會持續再往上修正 所以如果說遇到這些股票 有拉回或是有震盪進入橫盤爭利 大家都可以試機下去找買點 因為畢竟AI它是一個 至少要走個5到10年的大局勢 好所以我們總結一下 你說這些傳統大牛 變標股的真正關鍵在哪裡 就是兩點 第一叫做AI的問世 第二叫做它觸發了戴維斯雙景 所以大家去想一個邏輯 如果說今天AI的問世 但是這些景氣跟產業 它剛剛好是在高峰 在這種情況之下 就算推出AI 這些大牛股也不可能變標股 因為它沒辦法去觸發到 所謂的戴維斯雙景 所以如果說大家喜歡我們這樣子的分析 深入了產業研究 加上一間公司未來獲利的預估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或是加入我們的Lite 還有更多的標股跟大家做分享 過程的收到 一次甜蜜的